人家講說季品文就是中華隊如果奪冠 我就要發一千份雞排 我就要發一百份雞排 我覺得如果郭國文這樣講 那當然不會被罵 你既然季品文是發給別人 然後叫別人去做 這樣合理嗎 你與其佩服估重量 我不如佩服你的勇氣啦 郭國文 如果我是郭國文 如果按照 立委的薪水 一個月 我說真的不好聽一點 一個月就是19萬零五百 如果郭國文這麼愛棒球 這麼想要給中華健而鼓勵的話 為什麼你不把你的薪水 你的月薪捐出來呢 或者是把月薪捐出來 送給這個偏遠地區的 這個棒球的小朋友 讓他們有 可以有充沛的這些資源 可以讓他們在這個成長的路上 有這些器具可以 有這些器材 可以讓他們在棒球的實力上面 好好的發揮呢 中華健的好表現我相信 不管是這個國民黨或民進黨 或者是我們今天先不談 所謂的政治類的 但我知道 不論你是什麼顏色 不論你是什麼政黨傾向 唯一只有一個信念 就是支持中華隊 支持中華健而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的正確的 好啦那當然啦 我們今天看到這個中華隊的東西 我們還是要講 這個1974收尼又在抖內30塊說 好久沒在異商 擋國旗一個令人感動 很出了人心 真的很久沒有那種感覺了 我確實昨天在這個G95看這個比賽 看到最後 你知道嗎 這個眼眶喔 這個淚水在打轉 最大主因真的就是因為 我們看到了 雖然說是這個中華 中華台北的會旗升起來了 雖然不是國旗 但是播放了這個國旗歌 其實真的是滿滿的感動 真的是也是滿滿的驕傲啦 那當然啦你知道嗎 昨天那個路上喔 滿滿的歡呼聲 欸真的是喔 史無前例你知道嗎 上一次看到這樣子的這個歡呼聲 很有可能是 我記得可能是雅典奧運 我小時候雅典奧運 那時候陳詩欣跟朱慕妍 第一次拿下 奧運的金牌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當然也是舉國歡騰的時候啦 當然林陽佩 當然是這個最重要的 這個近幾年發生的事情嘛 那我們知道啦 其實台灣的體育喔 當然我們希望 我們的這個政府喔 不要永遠只拿到了獎牌 才說要好好的照顧基層 體育的基層人員 我覺得其實在這個培養的過程當中喔 是需要政府 需要中央很大的挹注的 而不是呢只是 哎這個拿了獎 奪了這個獎牌之後呢 才來說這個中華健兒好棒棒 但是奪完獎牌之後呢 大家卻忘了一件事情 其實基層喔 這個體育基層的培養喔 其實更為重要 這比什麼還重要 不要只是好不好 只上彈兵 不要只是打嘴炮 如果你們要這樣的話 我說真的 對不對 再好的球員 可能呢都不願意會回來台灣 為台灣少力 我覺得這就是 環環相扣的一件事情 好啦那當然啦 這一次我們當然知道了 陳傑仙的表現喔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啦 包含嘛 包辦這個MVP打擊王 最佳外野手 以及最佳防守球員 總共四大獎 那四爺喔 這一次的南瓜四大獎喔 真的是 好不好實至名歸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這個四爺在這個 昨天賽後的時候 要是訪問他怎麼講 好不好我們先看 先來看一下 對隊友 我們從集訓的第一天開始 我們就很有共識的 我們要很團結 然後相信在彼此 不管結果好與壞 我們要每一步 每一場比賽 每一天 都要很充實的去面對 然後這次拿了冠軍 我們真的沒有想到 我們覺得好像在做夢 之外呢 那在今天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陳潔憲 昨天在奪得獎盃的時候 的第一個瞬間 來看一下 好 直接台灣英雄 好不好 台灣英雄 陳潔憲 結果還沒想到 他這個奪冠之後的 第一個動作 去找老婆 好不好 我老婆在哪裡 我老婆在哪裡 這個愛妻 愛家 好男人 表露無遺 那我真的覺得 這個四爺真的是很厲害 好不好 不管是這個外在強 這個外在表現 非常好之外 那也很愛家 也很愛妻 真的是 非常值得敬佩的一個球員 OK 好 當然啦 因為現在中華隊 回到台灣之後 確實很多人都在看他們 就是接下來要做什麼 那當然我要先跟大家談一下 他們今天晚上回國之後 接下來明天的行程 可是排得相當滿滿滿 因為每一個人都想要 都希望看到中華隊 看到這個中華英雄歸國 那當然除了今天的晚上等等稍後 F16V會扮飛 那蕭美琴會到現場接機之外呢 預計在明天的下午 大概是3點20分 這個中華健兒將會舉辦這個 這個台灣中會舉辦這個棒球英雄 台灣雄用的大遊行 英雄遊行 會在凱道的附近登場 那繞行了之後呢 最後會來到總統府 那我們的蕭清德跟蕭美琴 會在總統府來接見他們 當然很多人問說啦 這一路的這個過關斬將 到底有什麼要該檢討的地方呢 我覺得這還是 這個大家看完比賽之後 可以去討論的 我覺得一個重點 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這一段的過程當中 其實因為短期的杯賽 其實很吃 不管是選手的反應能力 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前陣子這個中職也好 或者是MLB也好 其實旅外跟在國內打球的 這些球員 其實他們休息的時間 跟恢復的時間非常的短 那尤其我也跟大家 大概整理一下 這一次的這個 整個過程的時間點 我也跟大家來 就是大家來討論一下 其實大概10月28號 在上個月的月底開訓了 那28號開訓之後呢 緊接著11月2號跟3號 就進行跟捷克 進行了友誼認身賽 所以這個時間包含成軍 包含隊友湊齊 大家一起訓練 其實時間真的非常的短 你知道嗎 短短大概只有 maybe一個多禮拜而已 那接下來11月13號 中華隊就迎來了第一場比賽 就是跟韓國隊 那當然預賽的過程當中看 13 14 16 17 18 一連好 只修了一天 一連就進行了五場 那預賽五場之後呢 馬不停蹄的 中華隊呢 又到了11月21號 去這個東京巨蛋 飛到東京巨蛋 進行的第一場 超級巡環賽 就是中華隊對委內瑞拉 那委內瑞拉之後呢 又跟美國跟日本等等 到了24號 也就是昨天 這個比賽才告一段落 才落幕 所以你知道嗎 你看從10月28號 我們撇除熱身賽 從10月28號開訓 到11月13號 中華隊 贏上韓國隊預賽的第一場 其實他們準備時間非常的少 非常的緊湊 那我也希望未來 如果說可以的話 不管是各球團也好 或者是中華棒協也好 或者是台灣政府也好 我覺得未來在接下來 如果說有類似相關的 這種國際賽事 因為我們知道 在這個明年 明年的大概2025年的2月 台灣就要進行這個 世界棒球經典賽的資格賽 是三取一 是南非 跟我國還有另外一個國家 三取一 所以就是說呢 接上來我覺得 面對這種大型的這個賽事 國際賽事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去 去調配一下 每一個人可以訓練的時間 我覺得成就的時間 甚至是可以再提早 當然有很多旅外的球員 可能因為礙於球團 好不好 礙於球團的一些問題 所以可能時間卡住了 那其他人是不是 已經湊齊了 或者是已經加入了 中華隊的戰將們 是不是可以開始緊鑼密鼓的 先做一些基礎的訓練 或者是默契上的磨合 我覺得這個比什麼都還重要 OK 那當然啦 這一次的中華隊 當然因為你知道嗎 每一個人 你知道嗎 最高的這個月薪是朱玉賢 來自桃園樂天的朱玉賢 月薪是75萬 那這一次呢 光是國光獎金 國光獎金而已 每一個人就可以得到700萬左右 因為是第一名嘛 那第一名之外呢 包含其他的 這個磅血理事長啦 估重量啦 加碼的獎金啦 他從奪冠加碼3000萬啦 總共7000萬嘛 再到這個國光獎金 就叫每一個人700萬嘛 再加上WBSC官方獎金 合台幣是4800萬台幣 28個人 大概一半 然後28個人居分 然後再加上各縣市政府的 冠軍獎金的加碼 所以一個人喔 中華隊28個人 每一個人這一回 都可以領到1100萬台幣左右 其實非常的好 而且你知道嗎 這完全已經比全隊最高年薪的朱玉賢 領一年的年薪還要多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好表現 當然論功欣賞嘛 有一個好表現 然後呢 政府願意出錢 給他們獎金 各縣市政府也願意 多花一點錢 去培育他們 去鼓勵他們 我覺得都是好的 但是喔 偏偏就有一個縣市長 叫台北市長蔣萬安 他原本喊出加碼啦 說啦 這個北市獎金喔 最多 其實原本說這個各地縣市政府 這個獎金加一加碼 原本是台北市是最多的 因為什麼 因為在賽前的時候呢 原本蔣萬安是喊出說 700萬的10% 也就是70萬 如果奪冠之後是70萬嘛 每個人在加70萬嘛 但是在昨天晚上 中日大戰的時候呢 蔣萬安說 每一個人如果奪冠的話 可以再加碼 249,600元的訓練補助金 TOTALLY 只要涉及在台北市一年含以上 每一個人最多 只要你奪冠就可以領到 94萬9,600元 結果沒想到 這筆錢似乎喔 已經是沒有辦法領的 因為包含我們的這個投手 張毅 還有朱玉賢 江坤宇 曾宋恩 這四個人原本是設計在台北的 但現在這四個人 已經轉移戶籍了 轉到了花蓮 桃園 桃園 新北 所以基本上 原本北市 台北市鎖定的這四個人 要頒發94萬9,600元的 冠軍獎金 但因為這四個人 好不好 因為現在不涉及在台北市了 所以呢 這四個人領不到台北市的這筆獎金了 那當然也沒有關係啦 我覺得這個 當然我覺得蔣萬安也是利益良善嘛 也是失望鼓勵選手嘛 那可能在訊息的掌握上面 沒有那麼的順暢 所以當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不過也沒有關係 我相信蔣萬市長 應該也是想要抱著一個鼓勵球員 替他們開心的這種心態 所以當初是鎖定的這四個選手 但沒想到這四個選手 我們實際去調查的時候才發現 張毅章 朱玉璇 張昆宇跟曾宋恩 這四個人都沒有涉及在台北市 所以因此他們沒有辦法領到94萬9600元 其實我覺得蠻多的你知道嗎 因為真的 一般上高雄啦台中等等其實都是70萬而已 其實真的是 就是正常啦 不能講多也不能講少 但就是正常 但原本台北市應該是最多的 但是無奈 就是沒有辦法嘛 因為現在中華隊的裡面的球員 沒有涉及在台北市 而且沒有涉及台北市一年以上 不過也沒有關係啦 我覺得大家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還是要鼓勵中華隊的選手 在未來的培養上面 應該要好好的去栽培 不是說這個該慶祝的時候呢 也一窩蜂的去慶祝 每個人都好像變成一日球迷一樣 那我覺得這樣就不妥了 OK 所以大家支持國球 多多支持棒球 才是現在 此時此刻最重要的 既然我們能贏日本 那代表著什麼 未來如果像是經典賽 或者是奧運 當然我們會有一些相關的底氣啦 但因為選手的這個組成的不同啦 所以這一次當然你說 中華隊贏日本是僥幸嗎 也不能這樣講對不對 我們教練團的這個投手調度 沒有一個投手 坦白講這一次中華隊 我覺得最大的厲害的地方 其實我看的覺得還蠻感動的是 沒有一個投手 除了林育敏之外 其實中華隊裡面沒有任何一個投手 可以吃長局數的真的先發 其實講真的現在中華隊 目前中華隊以這次的陣容來講 都是算是假信先發 每一個上去投一兩局就下 投一兩局就下了 但是換的是什麼 換的是我們的勝利嘛 所以這個教練團這一次 不管在調兵潛將的一些智慧上面 我們不得不給他肯定 好不好 曾豪居啦 林月平啦 高志剛啦 陳江河啦 這些等等好不好 這些都給他們一些掌聲 當然還有王建民 這都很重要的 好啦 再來是 這一次喔 當然你說這個獎金喔 我覺得就有人喔 就是喜歡嘛 就是蹭嘛 或者是喜歡 在那邊好像肉麻當有趣 我也跟大家統整一下 當然除了賴清德之外啦 他今天也有講到就是說啦 除了這個國安獎金之外呢 他也希望企業界能夠為他們 結束的表現喔 多多的慷慨減囊 多包一些紅包給他們 希望讓這個每一位的奮戰的英雄喔 能獲得更大的鼓勵 我覺得賴清德講的沒有問題 但是就有一個立委叫郭國文 我相信大家好 應該是灌爆他的臉書啦 那我們的郭國文怎麼講咧 郭國文昨天發文表示說啦 這個 從賽前不被看好 到闖進四強 讓大家刮目相看 最後再跌破大家眼鏡 打敗27連勝的日本拿下世界冠軍 這麼精采的冠軍賽 只給7000萬的獎金不夠啦 那郭國文甚至喊話估重量說 應該再加碼3000萬的獎金 讓總獎金達到1億 我先講喔 估重量做這個獎金的捐贈 我先跟各位講 我覺得他本來就沒有義務性 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他覺得說 大家這麼的努力 那擊敗了強國日本 當然要給選手一些掌聲 一些鼓勵嘛 那問題是郭國文你這樣講 你這個不覺得 難道還開始開戰網友 他甚至還被就是你知道嗎 人家就這樣講說嘛 你這麼愛叫人家捐錢 那你怎麼不捐 對不對 雞排都 人家講說季品文 就是中華隊如果奪冠 我就要發1000份雞排 我就要發100份雞排 我覺得如果郭國文這樣講 那當然不會被罵 那問題是你既然說 你既然季品文是發給別人 然後叫別人去做 這樣合理嗎 大家覺得郭國文叫 要估重量捐3000萬 湊齊1000萬獎金分給28位的中華建額 你覺得合理的幫我刷111 如果覺得不合理的 好不好幫我刷222 我覺得我是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你到底在想什麼 等一下幫我再來看一下 但是今天早上呢 我們看到昨天他在網路上 跟大家都有一些這個比戰 就是有一些交鋒的這個過程 那到了早上 結果沒想到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郭國文就為此道歉 強調說他自己這個東西 只是軟性建議 對估重量只能佩服 我說真的啦 你與其佩服估重量 我不如佩服你的勇氣啦 郭國文 如果我是郭國文 如果按照立委的薪水 一個月 我說真的不好聽一點 一個月就是19萬0500 如果郭國文這麼愛棒球 這麼想要給中華健而鼓勵的話 我很想問郭國文是 為什麼你不把你的薪水 你的月薪捐出來呢 或者是把月薪捐出來 送給這個偏遠地區的 這個棒球的小朋友 讓他們有 可以有充沛的這些資源 可以讓他們在這個成長的路上 有這些器具可以 有這些器材 可以讓他們在棒球的實力上面 好好的發揮呢 如果你願意做這個 捐出你的月薪 19萬0500做一個拋栓引玉的動作 我覺得比起你在這個網路上 做一些沒有意義的這個舉動 還來得好 還不會被人家罵 你懂我意思嗎 是不是說郭國文 如果你與其叫這個估重量 捐3000萬 把他湊齊1000萬 這個1億元的獎金 你不如先把你的月薪 19萬0500給捐出來 但很多人問我說啦 就是說其實這個郭國文 其實也賺很多啊怎麼樣 我就不講那些他有沒有去賺那些東西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考證嘛 沒有辦法查證嘛 好那與其叫他捐那些東西 你不如最實際的嘛 你真的這麼挺台灣 你這麼這麼挺中華隊 你真的希望中華隊的這個 這台灣的棒球 你越來越好的話 你不如把你的月薪 19萬0500 直接給捐出來 這比較可行 這也比較合理好不好 捐出來之後呢 捐獻給這個 偏遠地區的這個棒 這個喜歡棒球的這些小朋友 給他們一些好的東西 好的資源 好的器材之後 讓他們可以在棒球的路上 發展得更加的順利 其實這樣才是對的吧 那你每天在那邊 在那邊講那邊放那些風 我覺得沒有意義 我真的覺得看不太下去啦 好啦那再來是 這一次全台 當然掀起了這個棒球熱 我也希望大家 要注意一件事情是 千萬不要只是好不好 當成一日球迷好不好 不要只是為了就是說 當個跟風仔 每個人就是好棒棒好棒棒 中央隊好棒棒 就結束了 那當然我們看到了 現在全台嘛 包含幾個大的縣市 包含新北 包含台北 其實都有一些棒球場的設立 但我們看到的事情是 我先跟各位講 我覺得 當然新竹棒球場原本是 原本打造成是一個 國際級的球場 那沒有想到 因為之前就知道 他那個草皮 下面有一些鋼筋 有一些磚塊 有些水泥嘛 好像跌倒會受傷 然後怎麼樣呢 就是他的這個 不知道是有沒有弊案在裡面 那就沒想到 新竹這個棒球場 據了解 明年職棒要在新竹球場開打 已經是確定落空了 那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原本新竹棒球場的主場 是衛犬龍的主場 那因為原本呢 因為原本想說 可以拓展一些 城市棒球也好 或者是讓更多的城市 可以參與棒球這個賽事跟活動 但因為新竹球場 在今天我們看到的是 因為法院裁定保全證據而停滯 那現在市府說要等待公正的第三方鑑定報告 那現在當然讓這個我們新竹的球迷 也是哀聲載道 因為確定了明年的職棒是沒有辦法如期開打的 那再來是苗栗 OK 苗栗現在也喊出說要建立一個棒球場 那我們現在知道了現在苗栗線內有六處的這個棒壘球場 但其實都是比較focus在這個大專以下的來使用 那我希望這個苗栗如果能發展 如果有一些土地如果能鎖定 如果能發揮一些市府的資源投入等等 讓更多人喜歡棒球 讓更多人參與棒球 我希望讓台灣的這個國球可以再次揚名 全世界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屏東也喊出說那個12月30號 國際棒球場就要動土了 那我們希望這個棒球場都能如期的完工 我覺得這樣比較重要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的事情是 這個運動發展部我也跟各位講 接下來可能2025年要掛牌上成立 那預計在2027年 這個體育預算的規模要達到 新台幣200億元這個目標 當然會有運動發展部的這個計畫跟構想 跟這個idea 當然是我們的這個賴政府嘛 這個賴清德嘛 我們看到了在這個前陣子奧運的事情 包含這個林陽佩奪下了這個金牌 勇奪金牌之後 確實讓這個不少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實政黨開始去思考說 到底我們的這個基層的這些運動 或者是體育人才該怎麼樣去培養 該怎麼樣去擴充他們的 這個培育的空間 那運動發展部很多人跟我講說 是很像是跌床架屋的這個狀態 但我不希望是這樣的這個方式 我覺得政府如果竟然想要好不好 好好的支持基層的運動發展 創造創立一些體育的人才 那不免這個除了200億元預算 我覺得大家在立法院一樣嘛 也要好好的盯緊 這筆預算有沒有對症下藥 這筆200億元的預算編列下去的時候 到底這些基層的一些體育的人才 到底有沒有確實的收到 否則我說真的不好聽一點講 講個不好聽一點 其實沒有人拿到的狀況底下 這200億元運動發展部 其實也是白編了 所以我說運動發展部不是只是喊口號 培育運動也不是只是喊口號 如果只是輪為喊口號 那我說那大可不必好不好 你坦白講如果說你的政治 永遠都要凌駕在體育上面的話 說真的 台灣喔 你知道你就會講嗎 正常的國家喔 體育都是一個 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先進的一個指標 那如果台灣永遠只是淪為口號啦 說運動發展部啦 我們就要集體的發展 但是事實上的結果卻不是如此 事與願違的話 那我說真的 你成立運動發展部的用意跟目的 又是為何呢 那就已經違反了當初你們創造 所謂的運動發展部培育基層的 體育人才的這個 這個這個目的了嘛 所以我就覺得 嗯 這個賴政府喔 希望他們好好的評估跟檢視跟思考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 姐妹們從煩惱臉上細紋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富路 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主要是